是我們感謝消費 稍等的遊館 這個太陽國火車輸過 想新的消息 我們稍等繼續來關心 來看到高雄的禁止 說今年算是第五次 讓人來收得到 當時要經過後開選三樓 到二生樓口的時候 有一次車到外就直接撞到禁止 不過再是沒有人受傷 不過高雄的加速不想吃飯 香港的文章要負責收禮費 來時車輛來到高雄開選三樓 到二生樓口想要到外 過往沒多久算撞到輕軌的列車 機車的車頭黏在輕軌的車身 在做生交通大拍桿 這間出國發生在七個晚上 這件事今年度以來 輕軌第五次讓人來撞到 原型的綠燈亮起的時候 就驟攔左轉 那跟由北往南的輕軌列車 發生碰撞 警方表示這台車輛本來跟輕軌同風向 但是要回到我們的時候 來手機這裡做生這台的事故 因為都輕軌所賣的 罰金是一半的兩杯 車主控要賣的 獎金一萬塊的罰金 還有後續列車會收車費用 但也有人歡迎輕軌經軌的時尋營是發生 有時尋現狀如果太差 就容易聽不到 如果這回應 這些聲音設定都在標準的範圍裡面 民眾如果是專心來撞車還是騎車 沒什麼可能會聽不到 那是收車的費用 不然還在車當人減失 等到緊軌的確定 就會向車主來要求回送 繼續有留聽 我們憲坤共同報道